哈喽朋友们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今年夏天买的这些 非常好看的彩色配饰 除了这些彩色的珠串之外 我今年也买了很多这种基础款的 配饰 所以今天在分享的同时呢 也会顺便跟大家说说怎么迭代 先来讲一个 我每次拍配饰分享 一定会出现的品牌 就是我超爱的Misoma 除了向大家印象中非常经典的 那些金属色的配饰之外呢 它这两年也陆陆续续 出了一些彩色的珠串 还有不同材质的配饰呈现 其实都挺精彩的 那先来讲一下我这对耳环吧 它是一个金色和银色的混搭 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两年 玩配饰的思路 不再是只要金色配金色 银色配银色 会把很多金银色的配饰 叠搭在一起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很早之前买的款式 刚刚我又把它翻出来 重新佩戴了 因为我非常爱的电影 Barbie里面 最后Barbie准备做回 真实人类那一幕 带了一个这样新型的配饰 它这个项链 其实是像这种小米猪 叠搭一个做工非常精致的 金色吊坠 整体的链长比较长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 你在穿狗胸的时候 去跟这样短的猪串 做一个叠搭 Paris Reed和Misoma 黎明的这个系列呢 叫In Good Hands 它每一款单品 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手拉手的形状 而且这个小手还是戴着戒指的 细看又有很多非常迷人的细节 你看有这种迷你的肉橘色 浅色系的珍珠 还有一些金色做点缀 这也是我觉得Misoma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系列 然后我除了这个彩色的项链之外呢 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链 这手链我觉得你跟那种金银的手链 叠搭在一起 就非常的适合 我刚翻了一下 发现In Good Hands的系列 我还买了一个银色的链链 这个它虽然不是主串的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珍珠点缀在上面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系列 它其实每一对手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银链呢 它的这对手上面是有两个黑马脑做点缀的 这还很特别 耳环是金银混搭的 然后项链我也用一个金银混搭做迭代 除此之外呢 我还入了猪鼻子款的基础链 像这个链子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直接和这种吊坠款的长链混在一起戴 然后还有这个戒指 这个是Misoma和Savi合作的系列 这个项链就比较适合大家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去戴 这个系列它有比较好看的黑马脑的这个链缀和戒指 我也买了 我真的是铁粉出啥买啥的那种 我还入了他们家一个熔岩宝石的系列 换上给你看看 这个耳环呢 上面它是白色的小月光识点缀 项链呢 这个小坠也是熔岩系列的 我觉得像这种玛瑙绿其实非常的适合夏天 上面我也配了一个Misoma的一个项链做叠搭 它是这种半月形的 然后比较透的材质 再加上18K金的点缀 还有白色的小猪猪 如果直接拿它去叠这种金色的链子 就比较偏贵气 如果拿它跟这种同色系的小链子做点缀 就比较适合度假 接下来给你们推荐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国内设计师品牌Waki 他们家的猪串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看 Waki的设计中有一点融合了这种来自小岛的自由能量 有一点像你把你假日的碎片放在这些小小的串猪里面 这一条叫沙粒果实 它是天然的玉石和蛋白石拼接在一起的 我去伊豆玩的时候 我拿了Waki家的项链和手链和一些比较细的猪串做了一个混搭 那天我穿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白色裙子 但是好出篇 他们家每一款项链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像这一款叫恋恋海螺 这个就是恋恋海螺单带的效果 他们家整体链子设计都是比较短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的话呢 可以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单链 这样去叠搭也很好看 Waki他们家我觉得只不适合一类人 就是选择困难症 因为他们会有不同颜色 不同大小天然石的这种组合 但你说到实物的时候 看到它这些猪串的配色还有细节 就会觉得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这条也是Waki家的 它是一个比较好用来做叠搭的一个单品 这条我去色谷的时候 有拿它跟一条比较彩的这样的链子做叠搭 觉得还蛮好看的 串珠呢我还买了这三条比较偏彩的 就是随便搜到的店铺下单了 它是有一点那种陶瓷的材质 配上小杯壳 还有这种青金石混搭在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像这个它就是那种绿松石的一个彩色珠串链 搭配了一点点浅黄色和金色的点缀 这种松石的项链单带的话 其实会有一点点孤零零的感觉 你也可以搭配一下这种小小的彩色串珠项链 像我这个就是叠搭了安妮流 也是一个哥本哈根的小小品牌 他们家专门做这种彩色的竹串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三个不同颜色的手链 反正我觉得像这种串珠手链 你的叠搭思路一定不要太局限 就只像这样跟串珠叠搭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跟一些金属的配饰 或者是你一些大牌的带钻的手链叠搭在一起 都蛮特别的 除了安妮流之外呢 我还在某宝商挑了几家不同的店 买了像这种偏然石材的小串珠 如果是把它跟这种比较亮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叠搭就很好看 但是我第一次买这种手链有点美经验 我买了跟我的首尾一样长的单手 有一点没有办法系上这个扣 也是提醒大家 其实最好还是买这种可调节长度的 更方便一点 看了这么多彩色石头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格不太一样的一些单品 这个品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内的设计师品牌 我非常多明星都带过 叫Oops 然后它也是致力于把优雅和趣味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他们家的产品设计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 它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种长吊坠 然后大家去跟其他那种粗裂做混搭也很好看 用金属做的贝壳 加上这种新芒的一个耳环 很有趣 同时也有一点点小优雅在 他们家这个海洋威灵感的系列 这些款式都很好看 会有像水母啊贝壳这种各种各样的系列 然后都用金属的材质做的 另外他们家我还买了一个很古怪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的项链 你看它上面会有很多的面包 然后配上这种白色的小珠子 我觉得这个项链就非常像Barbie世界里面 才会存在的单品 就非常适合你有的时候想打扮的鼓励古怪 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时候去戴 提到把海洋元素做的很可爱的 就不得不提有幕出的甜饰系列 结合了夏日的酒 包括海螺贝壳等等 非常有度假感的元素 有那种比较夸张的设计 也有像这样的日常佩戴起来 完全没有问题的款式 像这个项链呢 它就是用了欧博石 会泛着一点点淡淡的贝母光泽 然后上面是银 这边还用了小米珠叠加在其中 说到珍珠我相信每个人今年都会被 迷迷迭代珍珠项链的照片刷屏过 对不对 我就是被种草买了一个大西地珍珠的项链 这个项链我收到之后真的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用这种巴洛克珍珠 加上不规则的珍珠和大西地珍珠混搭的 这二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首饰品牌 它其实算是一个珠宝品牌 叫Sophie Blue High 他们家的单品真的很耐看 因为会用很多天然的材质 比如说异形珍珠啊或者像这样透明的去做一些小设计 除了这个耳环之外呢 我还买了一个 它也是珍珠配上黑马脑再加上银式的组合 还买了一个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个款式 我觉得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穿戴也是蛮适合的 最后再来看一个我在日本买的 Vivian Westwood他们家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耳环 它其实是Vivian Westwood家比较经典的一个设计 但是里面用了一个透明的球球 就很灵动 口心的侧面呢 拥有了一些小钻箱线在上面 我觉得很好看 好了 今天的夏日配饰分享就到这里了 细细地把它们都拿出来盘了盘 发现还是真的挺会买的 都挺喜欢的 不然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那我们下一期见咯 拜拜